大家好 這裡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7月21日 星期三 7.21的兩週年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心情呢 《立場新聞》做了一個相關的專輯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今天太多新聞 我要盡快說 多謝大家 前蘋果日報執行總編輯 林文忠今早早被捕 被指是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據悉現在在長收人警署處理 政府新聞署今天發稿 指警務署國家安全署今天採取行動 以我剛剛說的罪行 拘捕一名51歲的前報社藍編輯 涉嫌與一宗今年6月被偵破的同類型案件有關 警方說被捕人士正被扣查 警方的行動仍然會繼續 不排除進一步的行動 據了解 警方在今早6點在西貢的住所拘捕 林文忠是需要守屋的 罪名都是那條 勾結境外勢力或危害國家安全 他先是帶到張國務警署 然後現在在長所人警署扣查 看看有什麼消息 香港記者協會今天在林文忠被捕之後 他都發出聲明 對當局一再針對同一機構的新聞工作者表示憤慨 對警方拘捕一間已經停運的傳媒機構前員工 感到震驚和不解 記協說 新聞出版自由是國際城市賴以成功的重要基石 要求政府不要屢次再以國家安全之名拘捕新聞重業員 他又說 香港正值風雨飄搖之際 呼籲各同行緊守崗位 除了剛剛拘捕的林文忠先生之外 警方國家安全署撤銷蘋果日報陳佩敏和馮偉剛的保釋 兩人現在是再被扣查 他們今天是再度被捕的 其中陳佩敏是今天下午三點鐘 在御所樓下被捕 被帶回收入警署 不明盧峰的馮偉剛現在是被捕在灣仔警署 他們之前是怎樣被捕 我不再多說 我當然是之前有說過 希望他們可以再保釋出來 但是我想很難 如果這樣撤銷單步 可能明天就上card 會作為一個跟進報道 希望 今天三位蘋果日報的同事平安 今天很多關於反修例案件的 案判刑 我現在在報告一下 在19年11月 中文大學爆發攻防戰 學生示威者與警方 在中大學校園內的二號橋發生激烈的衝突 多人被捕 其中四名學生被控暴動 違反 禁蒙面法等罪 經過審訊後 Ivy 學生 Ivy 學生 張進浩 和中大學生 鄧希文 被判暴動 和違反 蒙面法罪 今天分別 判囚 四年六個月 和三年九個月 二十二歲的中大學生 陳喜恒違反禁蒙面法罪 他都要判兩個月 法官李慶蓮 就說 當日暴動規模 強大 有被告對警方直接施暴 又指過百人故意蒙面 企圖被告追捕 令事件 由非法集結 變成暴動 所以判處 阻嚇性的刑罰 這宗是中大二號橋 衝突的第一宗判刑 另外四十歲的倉務員 2019年11月初 被警方截查 在背囊找了四支氣氧彈 之後警方就搜他的屋 找到一百公升的汽油 兩個含氣油的玻璃瓶 卡式石油器官等 職務員已經還納了超過一年半 早前承認在公眾地方 管有攻擊性武器 管有物品意圖摧毀 或者損壞財產兩個罪 今天在區院 判監五年 法官國啟安 只經過專家評估 涉案的一百公升汽油 可以製造三百支氣氧彈 數目簡直令人炸蝕 捉見潛在的後果非常嚴重 他說如果被告製造了這些氣氧彈 之後分派給那些暴徒使用 可以造成嚴重的破壞 形容潛在的風險 並非空中流閣 都是國啟安法官的判刑 在2019年9月7日 有人發起機場交通壓力測試 香港國區發生衝突 三名男女被控 於沙田港鐵站暴動 或者拒捕等罪 案件經過審訊後 早前在區院被裁定 全部控罪罪成 法官國啟安今判處三人入獄 一年至三年九個月不等 法官國啟安說 第三被告是事件的似作俑者 他用強肝照射警員的眼睛 而遭警員追捕 為他被捕期間不合作 並多番反抗 更嘗試逃走 令警員不得不使用 進一步武力制服 現場大批示威者 亦都目擊事件 而情緒高漲 部分暴力的示威者 開始破壞設施 和衝擊車站控制室 令現場的非法集結 演變成暴動 法官指三名被告 第三被告 難辭其咎 三名被告 依次為 劉婉寧47歲 謝嘉倫44歲 和李俊林 剛才法官國啟安指 這位李俊林先生 是似作俑者 還有一宗手中哨兵案 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 在禁目面法前年10月5日生效之後 大批市民上街抗議 19歲的成大男子 40歲的女文員 被控在藍田參與非法集結 和蒙面等罪 亦都是手中因為禁蒙面法 而被控的案件 兩名被告早前被裁定罪成 今天在官堂法院判刑 裁判官莫子聰說 兩人分別擔任哨兵和堵路者 行為阻塞交通 導致社會混亂 他形容兩人蒙面是想 視以忌憚地做出非法行為 男被告最後判入更新中心 女被告判監兩個月 很沉重很沉重 講了三宗法庭判刑 個個都受罷 唉 但我還有 少少法庭新聞說 大家等吧 這兩宗法庭新聞是今天審訊的過程 屯門食店 東屋台 老闆和他的弟弟 被指在2019年10月 阻止警方進入店內 被控阻差辦公 連同兩個被控非法集結的男女 今天在屯門法院受審 根據警方的判判 一名防暴警訴到 走近店主的弟弟 耳邊 並露斥 屌你老母 警長起初的時候否認是他自己 但當裁判官 蕭祖堯 司祖堯 Sorry 但經過裁判官 司祖堯 將片段逐格播 認出該警 警察的肩膀是三柴 即是警長的時候 警長才改口承認 但聲稱說粗口的不是他 法官大人 我想說 你老母 你給假口供 這一宗應該不關反修例事的 因為去年的事 去年10月1號 去年10月1號 在銅鑼灣崇江百貨 一位Food Panda的照性外賣員被指 脫口罩吃煙 而沒有領議會警方的警告 他被票控 599I和阻礙公職人員 案件今天在 21號 今天是 21號 今天在 東區裁判法院開審 控方 全召證人 警長余東星作弓 說被告從來沒有合作過 被告徐職高夫 我提醒你不要給假口供 你吹水都跟劇本 之後被站位裁判官 葉成 林 葉成林裁判官 警告和阻止 這個余勝的警長就提到 制服被告後 一度按住被告的手 被告再道高夫 按住還是抓住 之後再租裁判官警告 但是被告又回應 他被假口供 我剛剛說的兩宗新聞 同樣有一點是共通的 大家想不想到是什麼 就是剛剛Food Panda照性外賣員 說的東西 他被假口供 那些警方 還是法庭新聞 但是不關剛剛那些事 警方國安署署長蔡展鵬 三月涉嫌干固 灣仔無牌按摩店受查 那個按摩店事後被發現 懷疑經營色情場所 三族一籃被控 管理賣淫藏所等陸罪 今天在東區法院再度提堂 裁判官押後到9月1日再提訊 被告找律師有足夠的時間 期間被告是准以原有條件擔保的 那有記者在庭外追問四人呢 認識蔡展鵬嗎 蔡展鵬有沒有來過 那些被告是一概沒有回應 今天在立法會 陳克勤就口頭質詢說 已經是報章揭發 爆眼少女的傷勢不嚴重 還眼瞪瞪走去台灣 批評在黑暴期間 事件挑動人的情緒 令更多人上街 警方等紀律部隊受到更大的挑釁 他形容是虛假信息的例子 就虛假信息的問題呢 我在議會裏面已經追問再追問 他就問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怎樣啊 局長你就研究再研究 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是什麼令到你研究這麼久啊 徐英偉回覆的時候就說 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使 會依法處理 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 他透露 政府注意到社會上有個案 涉及刻意發佈虛假訊息 以煽動社會對政府的仇視和不滿 執法部門正在研究這些指控 由於個案日後會有法律程序 不會針對個別個案加以詳述 他稱國安法和刑事罪行條例 已經有處理不當資訊的條文 會認真研究其他國家的地區經驗 和處理方法 他說現屆立法會會期時間較為緊張 醫管局過去都以私隱為理由 未公佈該少女的醫療紀錄 也都被建制炮轟 工聯會郭偉強就批評 醫管局掌握第一手資訊下 沒有主動澄清 變相 站在黑部那邊 王國健也問到底是 爆患女的私隱重要 還是引起社會動亂 社會仇恨的公眾利益重要呢 食衛局副局長徐爾德的回應說 醫管局尊重個人私隱和對病人有保密責任 一般情況下 醫管局不會在未得到病人同意 向公眾或第三方披露資料 不過現行政策容許醫管局在慎重考慮個別情況後 就涉及劃會損害公眾利益的事宜 而衡量如何適當披露 和公眾利益有關的資料 他俗稱醫管局一直 有就事件配合警方的調查 醫管局又在警方提供搜查令等 相關資料 的地方的情況下是被資料 警方的 由於已經進入了法律程序 他又不再透露了 多個組織已經聯署去信鄭若驊 要求撤銷周恆彤的控罪 參與聯署信的包括英國 香港觀察 美國自由之家 台灣全國律師聯合會 多個英國 澳洲 加拿大 台灣等地的港人組織 和多名外國法律學者 聯署說 沙映彤被指控違反公安條例 但是該條例 被聯合國 人權事務委員會質疑 可能過份限制基本人權 人權組織一直都促請 港府修改這個法例 而且沙映彤只是在網上贊文 呼籲別人悼念六四 而他說他自己只是會在公眾 而他說自己會在公眾地方悼念 完全不應該被其他人 被其人示威 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結 都是跟進報道 港大學生會 評議會 早前通過悼念七一刺警案的疑犯 梁建輝議案 引來親中團體租擊 評議會其後撤回和致歉 校方要求校生會在七天內遷離 學生會的綜合大樓 今天日期戒滿 外判工人先後到學生評議會 學生會幹事室 和學生辦事處援門鎖 期間沒有學生或者學生成員 或者學生會成員在場 大家都知道我很少說肺炎的事情 但今天有點特別 今天新增五宗輸入個案 包括早前在沙特阿拉伯 非底香港的十三歲女 和她的弟弟 其中姐姐 帶有變種病毒株 消息說兩人是沙特阿拉伯的領事子女 根據政府的公佈詳情 發現他們兩人 上星期五到港後 曾經去山頂廣場 東匯城東沖藍車站 而非衛生署所指的規定 他們底港後要在家自我隔離 即是又爆出大件事 今天有點甩漏 不好意思 因為我心情難以平復 看到這些新聞 今天這麼多這些全部都是壞消息 那麽裏 沒有帶好的 真的 大家原諒我 明天會說得好 今天真的太多甩漏 我自己也聽得出 我剛剛錄的時候 我已經不斷改了 我已經盡量錄得好 對不起大家 大家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訂閱我們的Patreon 還有一件事 記得去按Facebook Like 我是有份做的 有馬上突發的新聞 昨天我已經做了單 還比別人更早 還比其他新聞媒體 不用在Facebook 發送信息去問英國的事情 我們下面 星期而得道 或者Facebook 都找到我們英國合作社的電話 不用在上面 發送信息 問英國的事情 或者你找我聊天 或者你報料 你才發送信息 最好 如果你找我的 寫明 著名傑仔 找傑仔 報料給傑仔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上面我也有份幫忙做的 好 多謝大家 最後 不要走開 我再做多單 做多單什麼 怎麼說 脆文給大家聽 當脆文 好 多謝大家 我想大家都打過火鍋 香港人都很喜歡火鍋 又好吃又有氣氛 早前有張關浩街坊 一家六口去附近的火鍋店吃飯 同台有兩個老人家 火鍋店的餐牌寫明有長者優惠 用餐期間經理遞上帳單 但是呢 他們一家發現 咦 全數人員 為什麼都是正價計算的 找經理取消帳單 重計 這些應該是任食的 經理表示 因為入座時候 沒有告 沒有說 所以拒絕重計 他都打算息事靈人 照給正價的 誰知道離開的時候 然後呢 經理呢 就吃了 對不起 吃了紅石石豆沙包 乳出驚人 對了 對了 剛剛跟我說的一樣 那他這間火鍋店 是按人頭收費的 那天他們入座前 不知道是有長者優惠 後來看回餐牌才知道 問職員呢 當日可不可以用 該職員就沒有正面回答 及後呢 他就想跟經理查詢 但他舉極手都不來 就打算埋單先問 吃到尾 經理呢 就遞上一張單 他們看一看 咦沒有長者優惠 那就問經理 是不是有兩個長者 有兩個長者 可不可以重頭計過 還指呢 兩個長者已經連月七十 不是美摩系列 即是一眼就看出 可能是白白頭髮 老老那些 但是經理說呢 因為老闆不在 所以不會重新計過 那這些事 我們當然是 一定要多番要求去重計 那經理都堅持拒絕 那都算了 給回正價 都沒辦法 那不料呢 即是不知道 誰知道離開的時候 經理就吃了誠實 豆沙巴說 即是經理說 如果我早知道你們有兩個長者 我不讓你們進來 不讓你們進來 門口有幾台客 我們都會選客 見你的家人 即是見他的家人 見他的家人 不斷趕問有沒有位 才讓你們進來 那他在Facebook出了帖 不少網民都認為 餐廳經理有問題 說餐廳不老實 那去餐廳 在Facebook專頁留言 就留言 要求餐廳解釋 那樓主呢 出鋪同日的晚上 火鍋店都曾經在專業回應 那即是真事 還說呢 已經即時解僱了 那名的經理 並以聯絡事主處理 和賠償及道歉 那網民呢 就發現 這間餐廳的Facebook page 已經被刪除了 已經只剩下 這間Instagram還有運作 sorry 不是Instagram IG IG是不是Instagram IG 看錯了 反正也是 我幫你開名 將軍澳初心 將軍澳初心 好啦 今天長了些 多謝大家